這個如果愛吃辣的話 吃起來一定超爽的 搭配上了供應鍋的香味 是完全沒有尾頭感的 搭配上炸雞之後啊 真的是太佳了 做的算是很好的 夠到位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能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 烤箱子啦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是肯德基在今天8月2號 推出的新品 東硬宮昆卡香辣椎機 真的是非常的難念 剛剛背了非常的久 那其實肯德基呢 在近期都有推出很多 跟泰國有關的一些新品 像上一波呢 就是這個 酸辣滴卡泰銘脆雞 真的是很難念的 那其實它就是結合一些 泰式料理的一些風味 例如酸啊辣啊等等的 那今天這個東硬宮呢 大家也知道是泰國的國湯 去海底島的時候 非常喜歡點東硬鍋的湯 那我覺得其實應該不會難吃啦 應該就是比較酸 比較辣一點的卡拉脆雞吧 那我們就花不多說趕快去點餐吧 我們點好餐點啦 而且剛剛呢在點餐的過程中 我們還看到了一個 跟這一次的主題 非常相符的一個產品 泰式奶茶黑糖流星 冰淇淋大福 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出了一陣子了啦 我就覺得它跟這一次的新品呢 非常的搭配 所以呢 我們就順便開箱給大家看看吧 那我們先看到這一次的主角 那其實看上去呢 是蠻好吃的 還沒吃完味道的話呢 其實沒有感覺到有很酸的味道 反而是一種香料味道 不過還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怕它的味道太濃郁 它這一半呢 是有塗這個香料的 跟背面呢 是完全沒有 就馬上來吃吃看吧 超辣的 首先我覺得它的辣度呢 算是很高的耶 不愧是香辣脆雞 我覺得它大概要到中辣的程度了 但很香 如果愛吃辣的話 吃起來一定超爽的 那其實這個炸雞的部分呢 搭配上了東映鍋的香味 是完全沒有違和感的 一開始我本來想說 它這樣子兩面只有塗拌面 會不會就是因為它本身這個醬料 非常有鹹 但其實不會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第一個呢 是它的醬料非常有泰式的感覺 真的就是東映鍋 那第二個呢 搭配上炸雞之後啊 真的是太加分了 尤其是你一開始吃進去的時候 東映鍋的香 然後到接著最後尾段才有那個雞肉的味道 脆皮的味道進來 我真的覺得是 讚 第三個呢 是 蠻開胃的 因為其實夏天呢 真的是會有點食慾不振 吃一點點就不想吃了 但其實吃下去之後 會讓我覺得 喔好想再多吃雞口的感覺 綜合起來可以給到 9分 做的算是很好的 夠到位 那如果你是愛吃辣的人呢 應該可以再加一個0.5分喔 嗯 真好吃 吃光光 喔好好吃 今天呢 我們要來吃這個冰淇淋大福了 可以看到大福的本體 然後大福的本身外圍呢 它其實就有一點 泰式奶茶的感覺 現在感覺有點硬 試試看 果然泰式奶茶真的是沒有不好吃的東西 皮的部分還蠻少的 然後中間呢 還有一圈黑糖的 它黑糖呢 就是在大福的正中間 有一坨黑糖 所以不確定如果整口吃的話呢 會不會有點太甜 但這樣子分著慢慢吃的話 其實不會覺得它會太甜 甜度算蠻高好的 超大顆 嗯 爽 真的 很好吃 在炎炎夏日 正中2點的時候 你也不會覺得它很膩的 它的泰式奶茶冰淇淋的本體呢 幾乎也是只有香味 但是沒有甜味 它的甜味主要是在於這個 餅皮的部分 所以呢 吃起來就不會覺得太甜 欸這大福也很讚 應該可以給到個 8.5分吧 第一個 它真的太難開了 開它好困難 那第二個呢 是它其實 目前吃起來 餅皮上是稍微有一點點偏硬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它剛剛拿出來 可能需要靜置個 10分鐘左右吧 應該才會是最好吃的狀態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啦那這次的美食新品開箱呢 就到這裡 看到一段落啦 還滿滿意的 就是很有道地的泰式風味 那這個大福的部分呢 也算是在及格線以上啦 不過還是算是蠻不錯的 那它一個XL的 我個人套餐呢 是207元 稍微有一點點偏貴啦 不過我覺得 如果常鮮的話呢 還是很值得來試試看 我自己都有點懊悔 上一波的怎麼沒有來吃到 因為現在好像已經沒有了 那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來嘗試看看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剛剛關過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還記得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 大福卡 大福卡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它好難打開 剛剛吃完炸雞的手 記得要先去洗滑的賽來開 會比較好 我們下期見 另外一個 旅行 我們下期見 好 也快點